接下来为您播出热线十二 人间二十年 是男是女 他们无法说清 你怎么断绝男孩 你怎么挺像男孩的 就是我的性格 跟女孩子完全不一样的 穷苦半辈子 是或不至 他们难以抉择 我想那是百日不成功 是什么模糊了他们的性别 又是什么扭曲了他们的人生 做了二十年姐妹的兄弟 热线十二即将播出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我的人生比一般的人生坎坷太多了 很没有忠言 很没有忠言 我遇到太多事情没有经验 蹲在市场边烧照片的年轻人名叫大摇 而他口中所说的森严就和照片中的这个人有关 都尽快地去忘记这些东西 我记忆记起来也只是伤痛 该忘记的 我全都偷偷给他忘记 这个女孩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给大摇带来如此之深的伤害 难道大摇是背情所困吗 然而当烧完了所有照片之后 大摇竟然告诉我们 照片中的人就是他自己 照片中明明是个女孩 为什么大摇会说是他自己呢 无论是长相还是行为举止 看上去都是男性 这大摇到底是男还是女男 对女人观察听着你 然后便会说这能到底是男还是女 女还是怎么挺像男还是的 很多听到太多了 这种都不愿意人接触这种就是感觉 大摇说他从小就被父母当成女孩子呀 直到几年前的一次检查 他才被医生怀疑可能是男性 更让大摇感到郁闷的是 一起长大的妹妹小摇 竟然也和他同变相远 当时他说我是男孩子的时候 心里就是稍微惊讶了一下 但是没有过多的去想 直到后来 到了这个社会上以后 出来以后 才觉得这种事情的严重性 才发现 那么如果两个人都是男性 为什么亲生父母 都会不把他们当成女孩 如果两个人是女性 又为什么会忍心 烧掉自己漂亮的照片呢 是姐妹还是兄弟 这二十多年来 他们究竟经历了 怎样的异样人生呢 大家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时 欢迎各位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孙小梅 是男还是女 我想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不用思考就可以回答的问题 却改变了大姚和小姚的一生 两个人做了十几年的姐妹 却忽然有一天被告知 其实是男儿身 这个消息的冲击力就像是晴天霹雳一样 让所有的人不能接受 1990年 大姚出生在河南省商城县 丰吉乡白龙港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父母没有什么文化 对于孩子性别的判断 这停留在最基本的肉眼观察 没过多久 小姚也出生了 在姚家人看来 这一连两个孩子都是闺女 由于我国从1996年起 才开始使用出生医学证明 所以当年村子里登记大姚和小姚的性别时 也只能参照姚家人自己的上报 就这样 大姚和小姚的性别被定作为女性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必须以女孩的社会属性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在大姚和小姚自己看来 他们俩从小就是男孩子性格 比较猴 男的去山上到处玩 爬树啥的爬树 到处玩 男孩子玩的东西我们都玩 那时候 我不太喜欢跟女孩子玩 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就感觉 我的性格跟女孩子完全不一样了 在旁人眼中 身为女孩却像个假小子 这让大姚和小姚经常成为同学们调侃的对象 上厕所 我们是比较中性的 上厕所 上女厕所 人都会说 哎 怎么还上女厕所 你不是男的吗 都会这样说 小学吗 我们几乎学校 厕所我们几乎不去 久而久之 像男孩争了大姚心里的一块心病 他也因此逐渐与同学们疏远 变得很内向 再加上成绩不好 家境又比较贫寒 小学没有毕业 十几岁的大姚便离开家乡 到外地打工 但这样一来 他便不得不开始面对和女生们同住在一个宿舍的集体生活 一段时间下来 大姚隐约觉察到自己似乎和其他女生有些不同 因为如果是女孩子 该发育了 该发育了 因为我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 她也挺大的 十六岁左右 挺大的 跟别人不一样 心里面有阴影 一直都有阴影 而就在此时 老家的父母给大姚打了电话 叫她马上回家 原来 小姚因为生病到医院治疗 却被医生怀疑 可能不是女孩 父母便对大姚的性别也起了疑心 要带他们俩到大医院 好好做个检查 我们到武汉书间医院去出些化验 一检查 你这就是男孩的 血型是男孩的血型 就是男孩 这样的检查结果 对于大姚和小姚的父母来说 简直是晴天霹雳 养了十多年的闺女 竟然是儿子 并且两个儿子 都不具备男性生理功能 如果要改变 高昂的手术费用出不起不输 还要不得不面对 被村里人知道后的各种流言蜚语 和冷言嘲笑 我想那是百日不成功的 结果他们小孩的压力也大 我们压力也大 我们要回去了 像别人血化很底的 别人也爱一措子 于是 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一百遍 虽然父母选择了将错就错 但大姚和小姚 却终于解开了多年的心结 得知自己其实就是男生 他们感到格外释怀 挺好的 为什么说挺好 因为我心理方面 喜欢女孩子的 我来说做男孩挺好 是男孩挺好 他说不可以喜欢女孩子吗 他说这样追女孩子好追一点 突然间从一个女孩子 变成一个男孩子 反正那时候心里面就是我在想 反正还觉得有一种庆幸的感觉 因为我的性格一直都是男孩子 可是这么多年都以女孩的身份生活 就连头发都是长发 他们很难在长期生活的环境中 说变就变 再加上身份信息依旧为女性 大姚和小姚便只能在明知自己是男人的情况下继续做着女人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去办男孩子的身份证也办不了 但是如果说你出门打工 你又要是用身份证 而且那时候我还是长头发 穿女孩子的衣服什么的 对不对 然后就先就办了女孩子的身份证 跟我哥一起出门打工 相比较而言 小姚的相貌要比大姚更为男性化 所以当她也追随大姚一同来到外地打工时 引起的误会就更大了 我去把她带进她更小的孩子 人都会说 她说她是女的不知道 人都说 我女是你弟弟人 是你妹人人的 这样子的 原本不知道自己是男性时 他们还会为发育方面与其他女生不同而感到苦恼 可如今继续和女生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面对性别上的差异 身为男性的他们感到无比尴尬 一些特征比较明显了 跟女性特征比较明显 但是我呢 一些特征就没有 而且就是说 跟他们在一个房间里面 对不对 比如洗澡 换衣服 各方面 这些事情是很尴尬的 他们于是下定决心 要真正忘掉姐妹的身份 变成兄弟 我既然换成男的 朋友全部都不能认识 以前是女孩子的吗 全部都不能认识 从一个新的城市 换成一个新的身份 和存活这样子 女孩子的衣服全部都扔掉了 让我决定去做男孩子 女孩子 我不想在这种 这样子生活下去 所以说我想改变一下我的人生 剪头发 变装束 烧照片 换成事 他们想删除掉自己身为女性时 所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一切痕迹 但大摇心里明白 这种改变 没那么简单 因为我从一个女孩子 突然之间转变成一个男的 我身份证都没有 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都害怕 你心里很害怕 不可能那么送机自然 直接换成一个男的 一点压力没有 不可能的 在陌生的新环境 大摇有生以来第一次 以男人的真实身份 开始和别人接触 令她感到惊喜的是 以前作为女生 总被人误会 现在变成男人 却几乎没有人 再对她的性别 产生任何质疑 大摇的自信心 开始一天天增强 性格也变得开朗起来 然后不会别扭 没做女孩子那么别扭 女孩子太多人 一种废废了 做男孩子的时候就 从来没听到过 有人说 你像女孩子 没有过 可就在大摇还沉浸在这种 被人认可的满足感之中时 一次在路上骑车发生的寡层事件 又几乎将她打回原形 处理事故现场的交警 要求大摇出示身份证 这个再平常不过的要求 却令大摇慌了神 我也不知该怎么说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我把我的身份证拿出来吗 我中研都没有了 我肯定不可能拿出我的身份证 然后我又没有办法 问我叫什么 我不知该怎么说呀 我根本不知打不上来 叫你对你这人挺可疑的 直到此时 大摇的身份证上 还依旧是几年前 身为小女孩时 所拍摄的照片 而性别 亦是她心中 最最不愿意说出的秘密 那个几乎会毁掉 她所有自信的女子 站在马路边的大摇 此刻不知所措 好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刘明律师 欢迎您 这位是我们节目的 特约评论员 宗春山老师欢迎您 我们也欢迎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给出的 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来加入到我们的 现场讨论当中来 我们刚才看到 大摇和小摇两个人 一直是十几年 都是按照女孩 这样来生活的 但是被人称作是假小子 我们的记者 在采访大摇的时候 曾经征求过她的意见 说要不要把她的脸部 打伤马赛克 但是被大摇拒绝了 大摇说她希望 以一个真实的面目 出现在大家面前 我觉得她特别勇敢 宗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不仅是勇敢 应该是一种勇士了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是当我们男孩 和女孩这种身份 有些混乱的时候 被人称为二椅子 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害怕 用小找挺好看的 最害怕 说我像女孩 真的对我来 都是一个阴影 那想在这样一个 很偏僻的农村 从这样一个身份的改变 就是吐沫星的 可以淹死人的 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 我觉得大摇和小摇 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所以她敢于去面对 真的是一种勇气 是一种勇士行为 他们两个 一直是女儿生 但是呢 大家觉得 他们像男孩 调侃他们 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怀疑 因为他们发现 自己是喜欢女孩子的 那么请假如 老师就假如他们不改变身份 还是按照女生 这样的一个身份 生活下去 会对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几乎是很痛苦的 因为我们的生理上 除了我们的生殖器 就是第一性特征 男女不同之外 那还有第二性特征 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 我们的性基督会发育 这时候女孩会有胸 男孩会有胡子 有猴结 那如果她还是那个身份的话呢 她就会有性 性角色混乱 我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 而且她这个性的发育 她会喜欢女生 她会有罪恶感 我是个女人 我怎么会喜欢女生呢 所以我觉得 如果她的身份不去改变的话 那对于她整个来说 会实现性心力 甚至人格上的一种问题和障碍 其实在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之后呢 他们也是经历过一番纠结 内心的纠结和挣扎 之前的家里人 也和他们一起决定说 就按照 就假如不就错了 就按照不改了 就按照女生这样的一个身份 生活下去 可是在成年之后呢 兄弟俩又决定 要减去长发 要恢复男儿身 您是怎么看待 他们这样的一个改变 其实他们从一开始 就不认为自己是个女孩 这是他们心理上的一个 最明显的一个标志 那么其次呢 她也遇到了很多这样的困难和障碍 比如说上厕所 她说小学 升学上小学就没有上 不敢去厕所 也被人误解 所以我觉得她从很早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一种冲动 可能要做一个男人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呢 可能她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 不过的一个选择了 所以我觉得她也真的是一种 勇敢的去面对 现在大摇是特别希望 他们能够把身份证上的一些相关信息 能够改掉 刘律师这事件容易的事吗 对 他们身份证呢 其实存在着性别的错误 那么身份证 它虽然只是一张小小的卡片 它承载的功能是非常庞大的 它要证明你的公民身份 维护你的合法权利 保障你正常的社会活动 这都需要身份证 如果登记错误的话 它的社会活动就会有障碍 就会寸步难兴 也不利于维护社会持续 所以我们的居民身份证法 有明确的规定 如果登记错误 公安机关要及时的更正 换领 但是呢 作为更改性别 换领身份证 它毕竟是一项具体的行政行为 作为行政行为 就一定要有事实依据符合程序 所以呢 他们要提供 由三甲医院出击的性别鉴定的证明 由公正机关提供公正文书 或者是由司法鉴定机构 直接进行鉴定 那程序上呢 由市一级的公安机关来核实 由派出所来办理 缴销就证换领新证 所以大姚小姚呢 只要符合这些条件 是可以实现自己的心愿的 大姚和小姚的爸爸说呢 说两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 和别的女孩子是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明明是男孩子 为什么却不容易被发现呢 我们一起继续来看 大姚和小姚兄弟俩所患的疾病 名为尿道下列 这并不属于罕见病 最佳治疗时机为四周岁以前 很显然他们俩早已错过了这个好的机会 但这也不能全怪兄弟俩的父母 因为大姚和小姚的情况 又属于尿道下列中最严重的一种 单体发病的概率就已经很低 更别说一个农村家庭的两个孩子 都得了这种病 他们两个都是回应性的 它是这个百分之四日米的百分之十五 这个就相对比较少许了 比较拟重的程度比较厉害 可这样的事儿 却偏偏让大姚和小姚给摊上来 并且快二十岁的他们俩 还迎来了爱情的降丽 这份对于正常人来说 最大的幸福 却是大姚和小姚兄弟俩 既期待又害怕的事儿 因为他那时候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在我年龄时他最漂亮的 因为很多男人都对他 很多男人都对他 由于自己曾经当过女生 所以大姚比一般男性 更能读懂女生的心思 再加上俊秀的外表 他很快便服务了对方的心 他在一起什么 谈恋在一起半年 就是好像在一起 住了半年还 这些生活 他也知道 他也都问我这个问题 我一直都说我受伤的 小时候受伤 摔掉摔的 发一步正常 这样子 但是不争气的身份证 再一次出卖了大药 对方发现 谈了半年多恋爱的男朋友 竟然是个女的 我就是说我不是女的 这是我妹妹 因为身份证嘛 明摆着 因为身份证肯定会像的 不可能一点不像的 然后二代身份证呢 是 各方面都能看到一点出来 他就怀疑 因为本来就不是很正常 对不对 也有点问题 这边是格格巨大的心理压力 另一边则是 弟弟痛苦的生理压力 更为男性化的他 在爱情面前 变得义无反顾 其实怎么说呢 我是一直很渴望爱情的 当有这个缘分 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不想放弃 所以说我就试了试 但很快 他就从爱情的美梦中 骤然阴迹 两个人谈恋爱 谈到一定程度了 也说一下 想要真正的在一起 那时候我们就 这是大姚和小姚的父母 所居住的地方 以前阴暗狭小的地下室 由于担心两个孩子的病情 和性别问题 被村里人知道 他们俩也离开了家乡 来到兄弟俩所在的城市杭州打工 可是无论走到哪 这件在他们看来 根本见不得人的丑事 都始终是这个家庭 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老婆老去怨我 说我有毛病 生小孩为什么这样 我去的 我也在书里也有毛病 我去 人家小孩 人家女的生小孩 怎么都好好 你生小孩为什么有毛病 我们也见了吵 很生气 我们也见了吵架 兄弟俩的父亲是个泥瓦家 母亲则在超市当服务员 一年下来也攒不了几个钱 所以倒已经放弃了 志浩两个孩子的希望 母亲更是一提起这件事 就气不大一出来 根本不接受采访 而兄弟俩却显得很懂事 丝毫没有责怪父母的意思 当知道我这个病情的时候 我母亲那时候 到处进去借钱 到处哭 我母亲没有少哭过 到处哭 后来 因为母亲都已经经历过了 什么事情都已经没希望了 他们后来哭 钱也借过去 愿意给我们去看过 他们已经努力了 心有愿力不足了 就是说 大姚知道弟弟 想变成男儿身的愿望 非常强烈 所以他把在饭店帮厨 赚来的钱 全都攒了起来 并四处求医 好尽快让弟弟接受手术 然后给我弟什么事情 全部找我 然后我来帮他安排 然后带他去医院 然后请假 带他去做手术 治疗方面终于有了盼头 这让小姚十分兴奋 可是哥哥大姚 却依旧心事重重 因为在他心里 还压着一块 比手术更大的石头 身份证 我来说没有人肯帮助我 连我父母都不帮助我 我父母都已经 对我们放弃 不管不问了 我这么多年 没指望我父母过 然后我就想 靠我自己的能力 也没用的 然后我就 就是靠着 了想的机会 想回家 读一读 为了避免误会 大姚已经整整十年 没有回过老家 没有见过年迈的爷爷了 如今为了得到 真正的男人身份 大姚带上所有能证明 他们兄弟俩 是男性的资料 赶回了河南省 商城县 一听说这么大的 小伙子性别给搞错了 派出所的民警 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还考虑我们自身原因 是不是 派一会儿在虚优医 时候 奴于基产医 时候奴错了 奴错了 我们也举重 给他辩过来 奴求了 我们要找原始的 基本的依据 在最原始的当地 居民身份登记册里 我们看到 大姚和小姚的性别 全部登记为女性 并且有父母的签字 再看看眼前的大姚 以及他所出具的 他们兄弟俩 检测为男性的证明 所长周昭 马上安排民警 协助大姚填写 更改户籍资料的相关申请 并且第一时间将情况 汇报给了商城县公安局 幻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原本在大姚看来 希望渺茫的事情 却在商城县公安局 顺利地得到了结局 考虑到兄弟俩的不幸遭遇 和事件的特殊性 商城县公安局决定 为大姚开通绿色通道 以确保最短的时间内 为兄弟俩变更性别信息 原他们俩 想做个堂堂正正 男子汉的梦想 并且如果大姚愿意 还可以更改名字中 容易引起误会的 女性化字眼 回到旅店 大姚的心情豁然开朗 他第一时间把好消息 告诉了弟弟小姚 然后便为自己和弟弟 思考起了新名字 在兄弟俩的原名里 分别有一个缠字和一个单字 大姚左思右想后 最终决定 把弟弟的单改成桃 把自己的缠改成毫 他笑着解释说 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 真的很自豪 拍了新照片 改了新名字 临时身份证 也很快制作完成 性别上写着一个 再简单不过的男子 但或许只有大姚 自己心里 才能真正体会到 这二十多年来的经历 到底有多难 经过各方的努力 大姚小姚的身份信息 终于修改完成了 大家也看到了 为了这一个男子 他们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和努力 那么现在大姚 已经把辛苦打工 攒下来的两万块钱 给弟弟小姚来准备做手术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他们之间的兄弟情深 确实很让人感动 一个我觉得 大姚是个 有情有义的 这样的一个哥哥 他不希望自己的弟弟 再走自己那样的路 再经常痛苦 要给他一个 珍惜的身份 另外也是一个 敢于担当的男人 因为他真的要 给他找钱不说 现在弟弟一旦反悔 他还在承受压力 最后一个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 战友 最后两个人 可以获得支持 获得理解 可以共同的走一段路 我觉得这一点 真正是做得很棒的 为了能够更好的 帮助兄弟俩治病 我们的编导 专门联系到了 中国医学科学院 整形外科医院的 李森凯教授 也请他曾经来到 节目当中 他告诉我们说 兄弟俩患的病 是尿道下列当中 最严重的一种 而且错过了 最佳的治疗时机 所以手术的难度非常大 但是李教授表示了 他愿意亲自 为兄弟俩来操刀 进行这样的一个手术 同时我们也专门联系了 河南省慈善总会 总会也专门开通了 为兄弟俩的一个捐助账号 现在正在我们的屏幕下方 来进行滚动 那么从2014年的2月27号 一直到4月1号 共穆德资金 穆德上款是 14460块钱 那么在4月中旬 大瑶用穆德的资金 来北京 接受了手术的治疗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看 大瑶手术之后的一些情况 2014年4月 我们在北京火车站 迎接从杭州赶来的大瑶 时隔三个月再次见面 大瑶显得很轻松 因为本来是想放弃的 因为觉得 面对一个这么大的手术 也可能我也想到 他也想过 可能需要我一个人来面对 想要放弃 不再想想吧 觉得放弃 想想一个人吧 一个人过一辈子 觉得没有价值 我想想还是得接受 这是手术 由东向西 穿越整个北京城 我们来到了 位于北京市石井山区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 整形外科医院 你这个病啊 就是很正常的 尿道下列 一般的尿道下列 手术分两期 一般是两期就可以完成 那手术有点害怕 手术相对的对这个对你来说 它比较顽强 不是说难度很大 所以呢 我们治疗上也有信心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李森凯教授 也再次向我们解释了 尿道下列的发病原因 尿道下列的发病原因 主要就是 和环境的影响 是农药 杀虫剂 这些个 污染了蔬菜和农产品 对于这一病症 李森凯教授也呼吁 全社会要正确认识 认为呢 这个部位有了毛病 好像跟家庭做了什么 不好的事情有关 实际上 这都是一种误解 完成一系列检查 大咬顺利住院 我最渴望的是 想下一期我们一起过来 这样可能会 在一起也许会有个伴 希望的话 我当然是 手术成功以后 当然肯定是想 试着谈一段练习 那有的想想 但我也没这个资格 但只能 希望吧 但也不可能实现 那希望手术以后吧 能找到 在不远的将来 这对做了20年姐妹的兄弟 想真正告别 金星的过去 步入正常的人生 根据大咬私下和我们讲 说他一开始对手术是有顾虑的 但是李教授一直给他打电话 鼓励他到北京来进行治疗 同时在手术过程当中 医院也为他们减免了六千多块钱的手术费用 让手术得以顺利的进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和李教授来做一个电话连线 李教授您好 你好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大咬在手术之后情况怎么样好吗 大咬呢 他得的病叫先天性 阴囊型尿道下裂 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种 四个星期之前在我们医院做了第一期手术 第一期手术我们采取的是阴镜角质 然后做阴镜段的尿道 一个星期之前他来复查 那么我们又给他放了管 也检查以后 这个尿道全部做成功了 那么他再过半年以后 就做第二期的尿道稳接手术 这样呢 他就能够站立排尿 生活就比较方便 也就是说他所有的手术做完 就需要两次对吗 需要两次 那现在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 就是在所有的手术结束之后 兄弟两个人 能不能和正常的男性一样呢 和正常男性一样呢 他有三个问题 第一是站立排尿 第二是呢 可以结婚 第三个问题 是恢复生育能力 生育能力是不是能恢复 根据他病情有关 根据他搞完发育有关 和他的内分泌的急速的水平有关 那个呢 必须泌尿外科和内分泌外科 内分泌科的专家们 那么介入以后 进行综合治疗 才能够判断 他有没有生育能力 好的 谢谢李教授 也感谢所有的医护人员 为兄弟俩做的努力 谢谢你们 现在我们大家听了李教授的介绍 觉得还是比较安心的 现在兄弟俩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呢 就是还是资金 那么我们的为他们俩设立的 这个捐款的账号的 一直在我们的屏幕下方滚动 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向兄弟二人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 其实我觉得刚才李教授的介绍 就是医疗方面 医学方面 可能几次手术就完成 但我觉得兄弟俩是不是 更多的需要心理上的一个调试 对 因为生理上的这种手术 两次就成功了 但是心理的这个手术 我说这个手术呢 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是指的 要经历很多的事件 比如说他的恋爱 他的这个夫妻的生活 将来生育等等 每一次事件都给他心理 带来很大的障碍和压力 包括他的这种入侧的方式 所以我想可能这个心理的治疗 要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另外呢 还要配合行为的训练 从一个男人到一个女人 从一个女人到一个男人 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比如说都要进行训练生活方式 以及与人交往的方式 那因为英国学者说过 人际其性 就性生理和性心理 决定一个人的整个的人生的这种角色 人格和生活方式 所以我觉得要很漫长 但是我觉得他也应该很乐观 对 看我们他们两个状态很好 而且就是要做回男人 是非常的决心 非常的坚定 因为心理上说 人是男人和女人的雌雄同体 最近有一个热播的韩国电视剧 就来自星星的你 大家都很喜欢那个男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有男人女的共同的特征 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兄弟两个来说 是一个难得的一个经历 他可以非常容易理解女人 所以他在这两年游刃有余 应该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对 而且我觉得大有小 确实说很不容易很困难 但是不管多大的不容易 他都要积极地见面 要科普这种不容易 而且这是科普困难 而且关键包括他们的父母 他们也成为很大的 父母也应该乐观 得了两个儿子 其实这是一个科普的问题 并不是生的什么样一个东西 大家不懂 其实不光是就是说 大家来吧 幸福妻子突然查出绝症 当时我真的脑子压得都蒙掉了 走投无路 贫困家庭 何去何从 我说 这种成立式的闻的小孩 就不去 活不担心 他们遇到了怎样突如其来的打击 绝望背后 隐瞒的事实真相 究竟又是什么 不能说的秘密 热血之耳 明日播出